剛剛看完了《最完美的女孩》 然後 其實因為我坐太前面了 我在馬來西亞其實就已經看過 電影 但這次在台北看 其實多了更多 驚悚的部分在裡面 因為馬來西亞的很多片段 都是被剪過的 只有台灣才有完整版 所以我剛剛也是第一次看到完整版 然後覺得 我還是眼眶有點為失 因為我還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很冷靜的看待這一切的發生 劇情故事真的 每一次看都有不同的感覺 上次的感覺是很感動 然後 很 心酸 那這次看完是覺得 看完之後有種可以放下很多事情 放下想放下的事情 或是 不該想起的事情 我都覺得可以放下 所以還蠻紓壓的其實 比起上次來說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最完美的女孩 掰掰